泰國很適合跟教練去旅行 比方說我媽媽她是每年都會去那邊 兩個三個月都會去放鬆 因為那邊就是 其實對法國人來說 泰國是去亞洲的第一個選擇 為什麼 因為除了當然要飛很久 可是到那邊什麼都很便宜 住的地方吃東西按摩啊 也可以比方說跟我媽媽 我們會就是住這種私人的床 然後可能就是可能會要 三千台幣 然後一站點 一站點她會帶你去一些海盜啊 一些海灘啊 然後 就是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很指揮票價的一個領域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 你們去旅行的時候 不是要每天在想 這個有點鬼啊 這個有點鬼 這個可不可以做 這個可不可以做 在泰國是真的 比方說媽媽去那邊 三個月他們可以花 三個月啊 是吃住那些 包括住吃去玩啊 也太便宜了吧 對 六萬台幣耶 然後那邊很方便 因為其實很多法國人 都會去那邊開餐廳 所以因為我媽媽不太會講英文 所以她去那邊可以放鬆 很多餐廳老闆都是法國人 對啊 你是不是因為媽媽來了台北之後 讓你覺得累 你就把它送去泰國呢 帶爸媽去東南亞 真的最方便一件事情就是語言很通 而且像我還滿推薦就是去馬來西亞 像吉隆坡啊 它有雙子星大廈 那個地方呢 除了可以逛街 晚上又可以看夜景 那如果爸媽喜歡看風景啊 你知道又不想走路的話呢 可以建議就是包車 然後去麻六甲 你知道麻六甲裡面啊 它那邊有一個機場街 它非常就是中式的建築 爸媽看到就會覺得很親切 而且吃東西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口味跟我們比較相近 比較不會那麼太辣之類的 了解 而且呢也很適合我們拍照 因為它那邊有很多紅色的建築 很適合網美去拍照 剛才我們講的這些地方 都是很熱的 長輩不怕曬太陽嗎 可是 你媽媽怕啊 我媽是很恐怖 她會戴一個帽子 然後這邊還會有一個東西蓋之外 她還會有一個 那還要 那還要 她怎麼做得了海關啊 海關她不會戴 可是她都會 而且她找的帽子都很厲害 都會折起來 但是我只要說媽媽這邊拍照很美 全部都就露起來 對 就收起來 可是一講 開完再開 我媽也是 她都會戴一把黑傘 我想說黑傘不是更吸熱嗎 可是一拍照 對啊 媽媽們躲太陽真的很厲害 有他們自己的妙招啦 好 第四名是哪裡呢 請看 美國 美國很多地方可以去耶 為什麼 我想帶媽媽去拉斯維加斯 看秀啊 然後可以消毒一下 美國的Vegas 因為那邊酒店住得舒服 然後逛街可以逛得比較多元化一點 夏威夷海邊 然後就可以帶父母去放鬆這樣 美國就是比較親近大自然 然後爸爸喜歡大自然 他可能會想去大峽谷之類的看看 美國的那種建築大樓 或是公寓的那種建築風格都很漂亮 美國機票錢還蠻貴的 所以有時候一定要去一次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看籃球 想要帶他去LA 因為之前在加州上課 那邊東西很好吃 爸媽沒有去過 想帶他們去看一看 我跟你講 真的認真的想了這件事情 美國 因為我剛剛想說美國適合爸媽去嘛 第一要住很長途 但是其實就是把他們升級一下 讓他們坐得舒服去也OK嘛 對 然後想說美國呢 其實美國真的還蠻適合長輩 尤其LA 因為很多長輩會想說語言不通 我去那邊怎麼辦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我有個朋友的媽媽 長輩 住在LA二十年 一去英文都不會 她住得很開心 很多 現在LA根本中文都黑色 真的就是很多這樣的朋友 會講 對啊 我很喜歡舊金山 就是因為 舊金山 舊金山其實有很多 就是吃海鮮 這都我 我幾乎出國都帶我媽媽媽 一定要吃 因為我沒有去LA 是去 對 然後還有去Fisherman's Wharf那邊吃海鮮 然後因為我告訴你 舊金山很多Outlet 然後呢 因為我媽跟我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會買跟我一模一樣的衣服 所以包包也一模一樣 我們就成了這樣子 哇 好可愛喔 就是 其實舊金山好吃好買 然後語言通 因為那邊太多亞洲人 對 而且穿那樣也很好 比較不會走丟 關島也不錯 對 關島的班機不是很爐嗎 我們現在改了 改怎麼樣 我們就想聽這個 非常棒 一大早 早上大概七點多就到 早該改了 七點要 非常棒的時間 然後呢 然後回來的時間 當然就是下午大概三、四點的時候 你們要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可能三、五 有時候班機時間會差一點 就是四點到台北 或是五點到台北 非常適宜 你只要睡飽 在飛機上吃飽、睡飽 到那邊就可以剛剛好 陽光空氣時間 最適合老人家 對 重點是很近 又不用辦簽證 對 然後機票也便宜 又三個半小時 我非常非常推薦 想要去美國感受一下 畢竟它也是個小夏威夷 對 然後你也可以感覺到 陽光海風 然後東西吃得又多 因為只要日本人多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飯類的 沒錯 所以不用擔心爸媽會不開心 要逛街也有 太好 時間改了我就願意去 因為之前就是一直卡在這個時間 太魯迷 對啊 有時候太早去大家就睡在拉比 對 雖然我之前帶我爸媽去美國 我一個賭場 要看表演跟演唱會 然後我們去的路上 就會經過那種沙漠 然後有一個沙漠國家公園 叫約蘇亞國家公園 然後我想說順便帶他們去 那個國家公園看看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 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國家公園的地圖 有一個虛線 就是直線直接到那個我要去的賭場 然後結果我就直接開進去 結果我後來才發現那個虛線其實是 就是地圖你一定要看懂 因為它是那種吉普車開進去 Oh my God 結果我開一台Toyota Toyota就開進去 因為它是沒有鋪水泥地 那輪胎還在嗎 石頭路那種 對 所以就是開得很危險 可是因為開進去 就會看到很多那種小動物之類的 看到什麼狼啊 兔子啊 那種小動物很多都會跑出來 裡面是收不到GPS 那你怎麼知道怎麼走 所以後來就是 看著那個小張的紙的地圖 然後這樣繞繞繞繞一圈 結果我繞一圈一個多小時 回到原地 嚇我跳 第三名來看一下 德國 德國 怎麼會 因為那邊風景很美 然後有很多好吃的 然後像是啤酒啊 豬腳啊之類的 他們的設計其實也蠻強的 像包浩斯這些設計學院啊 然後結合工業科技這些 我覺得還蠻有趣 德國那邊沒有那個 時速的限制 因為爸爸蠻喜歡享受快車的感覺 所以想帶他去享受一下 那種突破極限的感覺 因為爸爸很喜歡喝啤酒 對 酒鬼一個 所以就想帶他去德國 爸爸本身是個足球迷 然後德國本身又是一個 非常強的國家 所以我想要帶我爸媽去 德國玩 上述總和就是 酒 車 跑車 怎麼會這樣子 酒車 足球啦 適合爸爸 就適合男生的 對 適合爸爸 所以是沒有要帶媽媽去的意思 是不是 媽媽去韓國啊 OK 所以分開對不對 對 分開分開 德國 德國我真的覺得是 我覺得最美的歐洲國家 真的 但義大利也很美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德國 他有 我特別喜歡推薦 你知道法蘭克福 他就可以去那個 有萊茵河 你可以再重複一次說 你剛剛說德國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我心目中覺得 非常非常美的國家 你剛剛是說最美 他說歐洲最美的國家 每天都很美 馬丁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馬丁 你把我們瑞典放在哪裡 我們大家都知道瑞典 瑞典有什麼好玩 阿比翁 你不要生氣 先不要生氣 他哥